以色列中部礼拜天一早 响起刺耳警报 这里不久前才遭飞弹残骸 波及造成郊区的田野 起火燃烧 部分残骸也波及 中部一处火车站的电斧梯 只是这次攻击的源头 不是哈马斯 也不是真主党 而是来自叶门的胡塞组织 这等于是胡塞组织首度 朝以色列中部发射飞弹 胡塞组织的发言人声称 使用的是一枚新型 及音速飞弹 并表示飞弹在11分钟 30秒内飞行 2040公里远 胡塞组织还加码警告 以色列在10月7号 以哈战争周年前 最好小心点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反向 一定让胡塞组织付出代价 这之前以色列国防军才高调 带国际媒体拍摄 埃及与加萨边界的哈马斯地道 以色列也公开9月1号巡获6名人质遗体的地道竖井 上头还会有迪士尼卡通图案 掩人耳目 只是当记者询问民宅区的破坏时 以色列军方认为要怪就怪哈马斯 以色列一方面告诉媒体成功歼灭哈马斯的拉法律 但一方面还是在当地加强扫荡 国际媒体采访途中 甚至一度听见双方又开始交互的声音 疑似有哈马斯狙击手在附近埋伏 这个过去有25万人居住的拉法市 现在基本上已成了一片废墟 这个邦里的伊斯拉尔党军说 是哈马斯的拉法队的强调 而这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无法想象就算停火重建 要花费多少时间 以军周末还继续锁定加萨市避难房屋空袭 酿成11人死亡 加萨当局说波及妇女小孩 但以色列坚称锁定的是一名哈马斯指挥官 还有里巴嫩南部真主党据点周末 也有大爆炸发生 甚至开始有边界的居民 突然收拾起家当准备撤离 说因为当天上午突然有乙军的无人机空投船单 警告这里下午四点后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结果乙军成亲市旗下的单位 没有授权就空投船单 实际上没有撤离的要求 中东地区战云密布 以色列周末又有成千上万民众上街怒吼 不分示威者还用胶带封住自己的嘴巴 反绑双手扮成受困加萨的人质 只怕政府不停火等到的又会是一句句遗体 谈起以哈战争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日前也说出正话 他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早已超出防御性质 他也看不出有任何一方想达成 停火谈判的诚意 野新闻 宋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